宝宝们晚上好呀转眼,又要到秋季了,除了要开始采购秋装外鞋子也是绝对少不了的,预算不多所以挑的每一双鞋都必须物尽其用但是流行鞋款,这么多有时候看别人穿,起来好看买回来自己穿时却莫名的线爱金钱,就来给大家说说小个子买了绝对会采, 雷的鞋款不想花冤忘嫌的宝宝一定要买下来哦,随着秋天脚步的逼近想购买靴子的心也是越来越强烈不过,并不是所有靴子都有嫌腿长的效果,说到最嫌矮的靴子中筒靴绝对是名列鞋毛的高个子穿上好看,是因为腿本来就修长,失控的马丁靴穿在大长腿上一点都不会有份重感,可是这边画风一张爱个子wamp 腿粗的宝宝穿上就是灾难现场,那没有高腰单品的支撑穿上中筒靴后小腿立马被截,用了一道半还完美的遮住小腿最细的部位,这能不嫌爱嫌腿粗吗? 虽然这两张图的时间不一样但身高是不会变得宋契,穿着中筒的靴子非常明显的棒,露出小腿粗的缺点换上低筒靴之后的她瞬间显高显瘦不止十倍同样不适合小个子,宝宝们的还有这个死亡款,是低靴官方身高165的赛琳娜,已无法逃离。 中筒学鞋矮的魔咒过长的风衣让腿不止胜,下中间一小截,瞬间变成小短腿褪粗,幼不高的宝宝,还是比往这个坑里跳了就算170穿,算也能把你赶回150前几年,曾封你过这种鞋款,一直不懂。 到现在就算到现在还是门槛,倒有人在穿学际身高是高吗?没错但是绝尚难道不适应在鞋子上加了一层鞋垫的感觉吗?同样都是增高的效果高跟鞋,但是绝尚会比后底鞋更自然一些,露出脚背的照为腿部,线条明显比穿后底鞋更修长,一点不会有种脱泥淡水,等后重改这双鞋,穿上难道没有踩着高焦的感觉吗? 在视觉上直接将你的真实身高,暴露了范冰冰正身穿,但虽然是纸毛的但却因为鞋子的厚度,有一种莫名的奔重感小个子的宝宝,千万要注意离开这个雷之沃,说来惭愧其实就亲自踩过这个坑,当时就是奔着他款式简单好看,买的只是人家穿起,来是这样的,没想到穿几次,出去竟被几个直男友人接连吐槽好看,是吗? 对于脚宽脚胖的小个子宝宝这种款式,绝对可以被票是为死亡款完全无鞋跟的款式,对于小个子宝宝来说是痛点,无法将腿部的线条拉长,而且稍胖的脚掌容易因为踩平,之后更加显胖片来选购,十千万要注意了。 这里说的绑带梁鞋是分了类的之前有段时间绑带梁鞋大火各路明星博主几乎人手,一双可是在颜色的选择上还是比较讲究的不同的颜色效果,还是有区别的,可以很明显得看出黑色的绑带鞋。 在视觉上,有减腿的效果,没办法让整个腿部有完整清,特别是平底款的更容易显得腿粗又短,而裸色底款和肤色比较相近,比较有异体性加上尖头的设计也会让腿更修长。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绑带的粗细程度,也会影响到腿部的长短,身高165以下的,宝宝还是尽量的放弃这种粗绑带的款式吧,笑过一眼,便可对比出来圆头单鞋可以说是很多宝宝的通勤款,而舒适又耐穿搭配穿托,也方便。 昨天推荐鞋子时也有提到他不,或不同的圆头单鞋,还是需要筛选的因为圆头低款,本来就不如肩头款来的粒络视觉,上自然就没办法有拉长的效果,了。 从对比图里,可以明显的看出左边的鞋头偏远,但是,裙上就不如右边的延伸效果好,加上黑色的棒棒后视觉上,有类截断的效果就会显得,腿部修长小个子抱抱入手,时还是要稍微, 考虑一下他本身腿长,但是不够苗条的宝宝,也是要递开圆头款肩头单鞋才更显瘦,那那鞋也是近两年比较受欢迎的单品,无论是绣场上或走在时装周大街上也是几乎人手一双不过前面输过,其实脚面路的部分越多显高显瘦的效果才会更好, 而奶奶鞋,恰巧走的是相反的路线鞋口,比较小的鞋子会有种懒脚踝阶段的感觉,只会显得腿粗,个子矮反而露脚面比较多的前口鞋视觉上,可以拉伸下腿部的比例除了让个头高瞧,一点之外显得腿也寄了, 所以小个子的宝宝像奶奶鞋,这种鞋爱的鞋子,我们还是先收起来吧,今天说的这些款,是不知道宝宝们都中招了吗?正准备买鞋的宝宝,也可以参考,以下这些建议哦,今天就到这了,晚安,过敌宝宝们。